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对方打前拳 闪开闪开 那我打对方闪开闪开 再来一遍走 闪开闪开闪开 那么其实这也就是横劲 因为在直线上对方后退 后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后退没有我前进一块 但是呢 他通过左偶微微闪开一点就可以还击 蹦就可以还击 朝另一侧也是 闪开一点蹦就可以还击 所以横劲是相当重要的 这在我们的太极拳 行翼拳的锻炼中也是 一打套路 你老是注重直着往前打 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注重身法的启横 身法的启横 你才能够有左右躲闪的这种意思 刚刚呢是我们在摔跤中的一个横劲演示 实际上在推手过程中横劲也很好用 那么双方一接触上 因为很经常的见到这种接触的情况 接触上拉开 就打开对方肩甲就可以 咚咚打击进去 然后呢 包括单手接触也是 从对方格挡处一起横 就把对方拉向横线 然后打击一起吸 所以这都能够改变对方的力量方向 所以这都是在传统武术中起横的一些东西 可以很好的在近身 控制对方的重心 像行翼拳有专门的推手 永春拳有持手去训练这些东西 所以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近身的格斗技术 加微信使用行义的拼音 看看九元体验课 了解我们体系 传统武术其实很科学 不神秘化 很容易快速地练出功夫 欢迎没有出功力 或者想提包功夫的朋友 了解我们的训练体系